你整天在外面喝酒 喝得五米三刀的 你来家了一天的话唠唠叨叨叨 早是一天后扩张大仗 那我心里不发 不发气啊不发闷啊 你记住什么呢 那我是天天不吃吗 有没有用你管呢这个家呢 哪样不得我管呢 我给钱拿了一家 你花就得了呗 什么事都我做了 那用你干嘛 你光知道挣钱 家里一切都不管了 什么东西 你是整天没 那你就挣钱了吗 我吃点饭喝下去 我和朋友聚一聚 那这不太正常了 我 你和朋友聚 你和朋友聚 整天晚上五六八夜回来啊 我知道你是在外面干什么呢 你是有心话呢 是怕我花钱 我为了你这个家玩 花钱花多了 你现在是外面有心话呢 要你不能这样怕我花钱 你就是这样的人 接死那是你个人想法 这个过去是不是 按他的说法是 这两年他消停了在家里了是吧 对对对 过去是不是晚上 他的应酬多你的少啊 对对对 是吗 他根本就不在家 你不管理这个家里 你承认啊 去过去呢 我基本不做家 一年当中啊 在家里可能又是两三个月 因为全跑外吧 做东西嘛 就近两年我什么不干了 在家里啊 可能就是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又想在一起又不知道怎么处 对 因为过去的相处模式 大概更像是激情约会 是吧 是 一年有那么两三个月在一起 现在真的踏实下来 又不知道两个 各自有过历史的人 各自有性格和自己交往圈子的人 怎么去相处 对对 又怕对方跑了 又不知道怎么留下来 就用各自的方式赐对方 对吧 他就是续到你 对 你就是跟朋友去喝个酒 跳个舞 是吧 所以钱的问题 陆陆续续的各种问题 扑面而来 对吧 对 那怎么办呢 老师们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看这个大哥大姐这事啊 像个反转剧 在一起十一年了 三年前 大哥老在外面 对吧 大姐是没有安全感 一心扑在家里头 结果见不着男朋友的面啊 因为大哥你老不在家 给他关系一定很少 所以他必须得要有 自己的社交圈子 有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爱上了 应该是跳舞唱歌 所以呢 三年前开始 你们俩就反转了 您在家里了 一周也就出去一两回 但大姐反而次数多了 对吧大姐 所以呢 你这个直呼你看 对啊 其实大姐多不容易 为家里付出 至少得八年左右啊 那是她极度的不安全感 现在让你也尝一尝 这种不安全感 所以啊大姐 你现在也能感受到 大哥的那份心吧 因为现在的大哥的感受 就是曾经你的感受啊 感同身受 所以解决你的问题 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都曾经有过 类似的感受 现在或多或少 是让对方感受 自己当时吃过的苦 所以啊大姐 真想跟大哥领证吗 真想在一起过日子吗 你想 应该怎么做 大姐你应该很清楚 作为小弟的 就想看你们能够幸福 其实很简单 两个人一起出去 多拙拙弯 不比那些跳舞啊 来得更实在更幸福 而更能长久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